新竹竹北市公所上个月有两名清洁队员到社区清运的时候 因为垃圾紫车过小 用手来辅助 但是却被夹伤 公所获报决定要要求各个社区更改紫车规格 否则就要停止收益 引发了部分的民怨 对此公所也承诺会收集各方的意见 加强沟通 以取的共识 那天就是在操控 一只手在拨 一只手在操控 就被夹到 清洁队员边讲边比动作还原事发经过 因为上一个月有两名队员到社区收运 却在操作垃圾紫车时不慎被夹伤 就是这个会插到这里面进去 插进去你就拔不出来啊 出行工作怎么会受伤 原来问题出现在大小上 把两个紫车摆在一起 绿色的容量有1100公升 反观灰色的只有660公升 由于深度不足 宽度窄小 队员操作时经常得要伸手服 除了怕紫车衰落也担心会被假伤 对此公所要求各社区限时内要将紫车规格改为1100公升 否则就会停止收运引起民众反弹 它的门本来它的设计规划就是在这边 所以换到1100的时候 它的进出的部分它就会卡住 不过以6都来说 社区垃圾都是由民间环保公司负责收运 久北市为了辩民才会直接由公所清洁队随水征收 如今面临紫车规则问题 公所也承诺会取得多方共识再来决议 记得新竹综合报道